親親大自然 今天Forest姐姐教我們薄荷葉 薄荷葉 我們平時吃薄荷味的雪糕和香口膠 是不是都是用薄荷葉做的呢? 薄荷葉只分了很多不同的品種 那就請Forest姐姐教我們 今天我們帶了不同的薄荷品種上來 這個就是薑薄荷 這個就是綠薄荷 這個就是胡椒薄荷 這個就是柚子薄荷 它們四個都是薄荷的家族 但是味道是有少少不同的 譬如像這個綠薄荷 很多時候我們都會叫它做香花菜 可以集一些嫩葉來炒蛋 或者做蛋花湯 比較清涼的,適合夏天食用 這棵就是胡椒薄荷 它英文名叫Peppermint 很多時候就是我們做牙膏和香口膠的味道 它們其實全部都是純年花科的作物 你看到它最特別的就是葉子是對生的 那邊是很對稱的 還有它的枝條比較柔軟 很多時候甚至是比較伏在地上 它們是長生長的 我們叫它蒲白營 那是否全年都可以收成的 也是的,它是多年生的植物 草本 它們生長有甚麼要求 在香港的天氣來說 就是秋天、冬天和春天 生長得最旺盛 到夏天的時候 它比較怕太陽 即高溫的直射 很多時候那個葉子就會比較焦黃 但是只要它的根部沒有壞 很多時候它隨時都可以發出新葉 所以它的生命力真的很旺盛 很抵重 土壤的濕度方面 大概怎樣才是適合的 它的葉片比較薄 所以它對於水分的蒸發 都是比較快的 所以我們要注意泥土的濕度要適中 淋水方面是要適中的 但是泥土的結構 千萬不要是一個黏質蟲 都要排水量好 中植薄荷葉的時候 有甚麼地方要注意的 薄荷葉的生長速度很快 大約平均每一個月 我和它修剪一次 修剪的時候 最重要是保持它的空氣流通 尤其是在底部 空氣不流通的話 自然病菌便容易發生 我們和它修剪完之後 給它一點肥 它亦可以很快 又可以再生長 Florence姐姐 你今天會不會示範些甚麼 教我們 今天我講另一個繁殖方法 這裡你們看到 它會有很多蒲白徑 蒲白徑 如果是攀到泥面的時候 它自己會在截位生根 如果我們在生根之前 把它用一個固定物 固定它 讓截位接觸到泥面 它在大約七天 三個斤 我們覺得它穩定 可以剪開它之後 它便可以獨立成一棵新的薄荷 這個叫甚麼方法 這個叫做壓條法 嗯 今天學了壓條法 又學了很多中薄荷的知識 謝謝Florence姐 謝謝 如果大家想學更多中薄的知識 就要留意下次的 親親大事件